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 我吓坏了 正当我们都还在讨论说 以后是不是要少点吃海鲜 这个海盐到底安不安全 去日本玩这海鲜到底 safe不safe的时候呢 突然间我们的驻日代表现场庭 我们前几天就在讲 不是说这个水很安全 怎么没有人要去喝喝看呢 驻日代表现场你马上发了脸书 但这篇脸书发完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哦 你觉得合理吗 他说微量放射性元素 反而对身体有益 然后他说例如北投温泉 什么日本的玉川温泉 两地的温泉都有一种特别的 北投石含有微量雷 研究对健康有益 好听到这边 最近在吵这个和污水的议题 有没有串联起来 有没有连结 当然有连结告诉你 那是正常的好吗 那有的人呢 就会故意抓这个语病 就说里面又没有提到核污水 里面又没有提到川 他单纯在讲温泉啊 好啦你如果硬要这样解读 我也服了你好不好 但我们今天要来看 没错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 跟言论自由 但我们要讨论的是 你身为驻日代表在这种时候 发这个文你合适吗 你会不会让大家有什么样的联想 为什么你突然放这个文呢 董哥 因为现在全世界 尤其整个亚洲都在讨论日本放的核汇水 里面的川含量有多少 引起海产的 等于说不健康 大家都觉得很害怕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驻日代表 谢朗廷他当然知道 所有周遭的国家都在抗疫 他当然知道 讲这个话代表的是 他不赞同 他认为为量的元素 对身体有益 他其实这个是串联起来 这个不能再去鬼扯 鬼扯说我里面也没有讲到 日本核汇水是安全 但是你前面就讲了 311地震以后 世人对于这种 放射性的议题 对有一些感觉 一些敏感 那你当然知道 你在讲的是扣上这里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谢朗廷对日本这么表忠 其实一点也不让人家意外 他本来就是驻日代表 帮助的住 四年前 两年前的事业 等一下那个薪水 是我们这边发的 是当然是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都在帮日本人讲话 那大家看两年前的事业 那时候日本准备排 核汇水的时候 都已经在亚洲各国 都引起非常多的讨论 那时候谢朗廷也出来讲话 怎么台湾就没声音 对不对 是他都帮日本讲话 四年前两年前他就讲 他说我们台湾之前也在放河喂水 怎么可以讲别人呢 我们大家都很吃惊 我们台湾在放河喂水 两年前执政的是民进党 民进党已经执政七年半了 所以他一讲大家都很吃惊 然后就赶快去问原委会 对 原委会出来说 现场就不专业了 杨委会的主委 当然他不专业 他讲这东西 完全不是事实 为什么 因为台湾放的河喂水 是很周边那种冷窃水 就是很周边 跟这种河污水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他现在 那个原委会讲说 日本这个让人家害怕是什么 他是如心用海水去冷窃 对不对 这些水里面有感染了 如果是像我们这个 哪有什么问题 那他那个有问题是因为 他那个是掺杂在整个如心里面 对 如心的河污水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那时候民进党 很多人都很害怕 包括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 都说你不要 不专业就不要讲嘛 那跟这一次情况一样 所以谢阳廷 亲日已经倾逃 让人家匪夷手势了 他所有角度都站在 日本人的 那个想法里面 我们知道马政府 马航九时代 那时候跟日本签了中日 遗业协定 我们可以去钓一台 附近补頤 那台湾的移民非常高兴 因为那个面积 有两个台湾岛这么大 那个海域这么大 那民进党一直任以后 这些东西完全没有 那我们出日代表在干嘛 我们出日代表是 我们一直跟日本似善意 他越看不起你 他把很多东西 马航九时代的都紧收 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你日本人的个性是怎么样 你越强 他对你越尊敬 那你现在表示越弱 日本越看不起你 所以你这一动作 不但让台湾人民愤怒 日本人也不会高兴 他觉得你这种人 不是我们喜欢的 你每天这样 巴结我们要干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连民进党自己内部 对于谢良廷在讲 我一样胡适合 对身体有益 我觉得他们自己也会吓坏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现在很多人 要选立委 赖清德要选总统 你在这样不是 火上添油吗 全世界你只要正常的 你只要看 韩国那些学生 怎么去抗议 你就知道这就是正常的 民进党反而反了一辈子 30年40年都在反 然后现在不玩何危水 那你这个党一路骗 骗到这个时候啊 还有什么 不能收的 所以大家看到了 原来反而 是可以反出一个 一头爆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云爆 一头云爆 然后最后大家 大家就泄爆了 原来反而的目的 就是这样吧 所以这不是一头 赢爆 这是一头金钱爆 真的 哇今天董哥这个厉害了 大家有没有 金巨连发 的确但是呢 虽然说我们是用 这种讨论的方式 但是各位 这个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 日本在抗议 韩国在抗议 各国都在抗议的情况之下 美国跟大家说 我觉得很好啊 符合这个科学标准 OK没问题 好 那台湾呢 现在 好 驻日代表谢长廷 今天这一篇文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脸书 被灌爆了 两方说法都有啦 有人挺谢长廷啊 对啊 这个温泉泡很好啦 另外一方也是觉得 来 河污水比喻温泉 真是天才啊 多喝一点不用客气 这么好 自己留着喝吧 你怎么不把他当温泉 进去泡呢 我第一个 其实也是这么想 7月到了鬼话连篇 支持大使 多说些鬼话 还有人说 你是不是在日本喝多了 是已经在喝了吗 请驻日代表 先喝下核废水 而且这个驻 就是董哥刚说的 请驻日代表 还有人说 民进党都没声音耶 就他自作聪明 也有人说 那请照餐餐服用 我听你鬼月在说这些鬼话 我就问大家啦 你觉得这一番话 不妥的 你帮我加一 你觉得OK啦 陈述事实啊 大使也有 有表达意见的 这个空间 你帮我简易 我也想听听 大家聊天室的想法 加一当然也留下你的留言 你觉得 这个插画心巅峰 是不是这个奖 要颁给谢长廷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